Hello, 早晨, 今天是直播时间 我今天来到东京明治神宫外园 外面有一条大道,直接通到公园里面 今天天气非常好,很秋天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一排的银行树 秋天的时候就会变黄,全部变黄色 非常漂亮,其实公园里面都有 这里就是拍照的圣地 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在拍照 今天天气很好,很漂亮 所以今天大家带来看看 这个其实很出名,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是11月中到12月头 那就是最漂亮的了 这个树的颜色就刚刚变金黄色 那这些全部都变了金黄色 开始了,就不是真的 如果最漂亮的时候应该隔多一个星期 那就真的全部变了金黄色 那太阳曬下来,或者黄昏时间就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其实都OK的了 都漂亮 那还有有一样就是 因为未来好像都会下雨或大风 其实下雨或大风之后 基本上会跌了很多 就未必看到现在的茂盛的状况 那我先走进去 其实这个就和这个看櫻花树差不多了 看到这两旁的树也很漂亮 这样就变成了好像一个隧道一样 好像一个隧道一样 那其实现在都开始变了黄黄色的了 也很漂亮 那你看到周围这边都排队 就是给一家餐厅吃东西的 所以这里是超旺的 你看到这里 排队其实是给这一家意大利餐厅 对了 你看到人非常多 因为今天是周围六 而且天气真的特别好 所以也有很多人 你看到地上已经下跌了很多叶 这里的叶已经下跌了 所以其实下跌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上面的树也开始 很多叶已经下跌了很多叶 对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 你看到上面的金黄色也很漂亮 那这里一直走的就是这个 明治神宫外院的公园 那其实再走前一点 附近就是奥运的场地 因为第一次我介绍过就是 奥运的主场馆 其实也是这里附近 是的 所以这里也是东京的市中心 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再走远一点就是连接 这个代代木 和明治神宫 所以这里一辣全部都是公园的地方 所以假期的时间就会有很多人来 你看到这里 你看到这里 有多少人在这里拍摄 全都站出来 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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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我明治神宫就是一个类似 神宫 电宵的地方 是的 也是很出名的 是日本来说 是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在里面 是的 你看到有些人在这里结婚 来拍摄 还有这里的餐厅也很好 你看到每一家都 都富 是的 看到颜色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太阳晒下来 就真的很漂亮 是的 拍摄出来 就很漂亮 还有今天天气这么好 所以我就特地出来介绍一下 是的 还有它还未至于真的很冷 是的 因为它这些都是要天气转冷的时候才转 但是太冷的话 跟人家带大风 它就会掉下来 太热的话 它就还未转色 因为之前我查过上个星期 还未是变这样的色 但是现在开始 就已经是变了黄色了 你看到 是的 是的 那今天就比较多人 如果你说平时来这里 没有那么多人 就会舒服很多 就是静一点 那 那拍照就会漂亮很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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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现在秋天来说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红叶 但是红叶 在东京的市中心 就没有那么多 就要去 所以 在郊区少少的地方 才能看到 譬如上山的地方 才能看到真是红叶 是的 所以现在这里 就只是看这些 譬如银行 叫金黄叶 它们叫做 是的 那都漂亮的 是不同的 两样东西 红叶是另外一样的 是的 红叶都很漂亮 但是通常都要去山上看 才会看到 是多的 是的 那我现在再一路走 再一路走 所以前面就是这个公园 就是明治神宫外院的公园 那其实这条路 就是最漂亮的了 基本上 是的 所以是最多的了 那公园里面 就有一些 碎碎 散烧烧的 但是没有这里那么漂亮 是的 这个就叫 他们叫做银行鼠的隧道 其实两旁也有 对面也有 是的 你看到对面那里也有 拍照是非常漂亮的 其实你走在下面 也觉得很舒服的 是的 尤其是今天的天气 就特别好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拍照 每个人都 因为如果你上instagram 搜索 还是你走在上instagram 也有很多人在拍照 那些照片 也有很多人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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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有三个星期 那些人都会配合 也真的会配合 也有很多人在拍照 才可以来 才可以才可以 才可以来 走到这里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完结了 这一堆树 进去公园里面,你看到那些树就不同了,全部都是绿色的 只不过在这两旁就全部种了这些硬树 这里就很出名,所以在东京来说是非常出名的 你看到对面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如果拍照的话,基本上就在这里 那里是一个远的明智晨宫球场 前面那里 国立军军园,明智公园,全部都在那边 这边走过去也很漂亮 尤其是有些太阳晒下来,透了一些光的地下也很漂亮 你看到现在的地上都差不多铺满了些树叶 因为之前那两天都很大风 我想都吹跌了很多树叶,还有下雨 那下个星期又会下雨 所以会变成越来越少了 所以看来就应该是下个星期 应该是最好的 再迟一点就真的 树叶就越来越少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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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么 尤其是现在 现在日本的疫情就比较舒缓,所以就解除了所有的限制 很多人一家大小都出力了 之前就变成了因为有限制,比如老人家、小孩都好说出来 但现在一星期间就整个街都是这些家庭,很多 这些树种得很漂亮,而且有人特别修剪,形状就像隧道一样遮住了两旁 所以是很漂亮的 虽然这条路就不是很长,但是一当这季度就很漂亮 夏天来说也很漂亮,夏天全部是绿色的 然后两旁都是绿色的这些树 如果夏天在那里走,就算是天热的时间 那你走在那里,也不会觉得很热的,也挺舒服的 如果现在就适合这个季节 趁着这个颜色就真的很漂亮,真是很秋天的感觉 其实今年普遍日本都晚了 因为这些时候应该是很冷的,但现在还是偏暖的 十几度,还有没有太阳 空气是不是很清新? 空气是很舒服的 尤其是一转了凉,空气是特别清凉的 你觉得你吸进去就会 你吸进去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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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因为都笑做是 早一点,11点多 那现在还没有很多人 晚点下午就会更多人 尤其是黄昏时间 这里会更加多人 所以我今天特别早一点过来 因为我怕下午就会比较多人 这里走回来 这边就少一点人 但是那些树也很漂亮 那边有些就刚刚开始转 这些绿绿地色还没开始转 那这边这些就应该转了黄色 那刚才在尾尾那边那些 就已经大部分都变成黄色 那所以变成了 其实应该是下个星期 就应该是再黄色一点 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刻 已经是叫做很漂亮 所以特地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大家就不可以来日本 本大都希望可以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秋天的气氛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呢 之前 那如果你遇到这些时间 基本上我觉得都 因为始终这里都属于市中心附近 离开表参度又不是很远 所以变成大家都可能有机会来过这里 比如遇到这个秋天时间 因为这里就很出名 就算日本人来说 他们很多都特地来这里看 是的 因为你上网去搜索 这个都是其中一个 出名的spot店 是拍照的 尤其是秋天的时间 是这些金黄色的银行树 那变成了有很多website 这些都会解释的 如果你上instagram的话 或者twitter的话 都会有很多post出现 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上去搜索一下 看看 有些拍出来 可能这些相机有些特别漂亮 那我现在又走回去 刚刚进来的另外一边 好了 那我这样拍一下 拍一下这个 后面这个位置 好了 今天直播时间就差不多了 可以介绍了一个 秋天的金黄银行树 希望大家就算来不到 都可以感受一下 现在日本这个秋天的气氛 那好了 今天直播时间就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下次直播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 拜拜